养伤期间 票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本宣传册 那上头的话有些他明白 有些个他不懂 有些是他生平第一次 听到那样的人那样说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这些外国人的名 让他感到了一阵新奇 对 就是新奇 票后来一直跟萧贵英强调 革命者选择革命之初 往往源自最朴素的情感 他也不例外 在那一刻吸引他的 就是新奇 一个完全不同于 九山十八寨的世界 在他眼前展开 令他感到莫名的激动 二响 你去哪儿 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民族的利益 抛头颅洒热血 好 写得好啊 马营长 你们定州保安团里 不全都是帆头 还有个人才嘛 团组满意就好 满意长 是 马上去印川 是 团组要没别的事儿 属下就先告辞了 这有什么急啊 答应帮一家报社写点东西 说好了明天交告 让我的副官去送你 不用了 岂敢麻烦团作呢 我冯某人一向是赏罚分明 你文章写得好 就是对你的奖励 你千万不要拒绝 否则我会不高兴的 林叶龙是共党 尽管他有文采 但他毕竟是共产党 我的副官曾在红色广州 听他讲过课 他一经文就把他认出来 他绝对不会记得 曾经跟他有一面之缘 听他讲过课的这个学生 我的天哪 满意长 是 是 迪柔 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团作教导的对 小马一定铭记在心 派人把他盯紧 看他刚才慌慌张张的样子 只要盯紧他 我们一定会有收获 你说这同样一支军队 在淞沪战场上应勇作战 怎么到了南京的战场上 就丢盔陷下复战而亡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走 民主姐 这个你们不知道 因为刷的声音太小了 白天啊 会吵着学生不上课的 所收到什么科医务票没有 报告党完 得时间考试卷子 别太晚了啊 影响邻居搜集也不好 搜 是 是 长官慢走 谢谢你票 跟我走吧 走吧 走 我 我刚替他指了血 也吃了真痛药 血汤 血汤没事 资料也都印好了 明天同志们就会把它 分发到大街小巷去 我还给您带了一本回来 是 是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 七月七日快要到了 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坚持统一战线 通敌人做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 我们主张 为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 条件多具备一分 早具备一日 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 说得好啊 可惜 我 贪不起你了 好啊 死去 愿知 万事宫 但被不见 九州东 往事 被定 终人日 喔 想起 我 搞不成功 你是我的 成功 我 我的 他叫林彦农 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个光荣的 无产阶级战士 可他作为父亲 却是不称之的 那什么意思 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七年 在我四岁那年 他便离开了我和母亲 直到五年以后 他托人带了一封信 说要办事回家顺道看看我们 母亲高兴极了 他当了结婚戒指扯了步 连夜给他做棉衣 可他根本就没有回来 母亲 以为他有事耽搁了 便天天抱着棉衣 在城门口等着 结果感染了风寒一病不起 可多久就去世了 母亲到死都攥着那封信 母亲到死都攥着那封信 我知道 他想念父亲 想见他最后一遍 要不是后来我参加了革命 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他是提着脑袋在刀尖上刑造的人 他是提着脑袋在刀尖上刑造的人 他怎么做事故意的 怕连累你们 你懂他吗 因为我也是男人 可男人和男人是不一样的 有的男人为了自己吃饱穿暖而活着 有的男人为了自己一家几口 吃饱穿暖而活着 而我的父亲 为了大部分人都能吃饱穿暖而活着 这其中有他的妻子女儿 也有许许多多素未谋面 从来都不认识的人 他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注定无法享受正常的亲情 那你恨他吗 小的时候恨过 可现在 我爱他 敬他 你知道吗 他这一辈子都在漂泊 有过无数的姓名 职业和身份 直到今天之前 他都不知道自己死在哪儿 为的 为的就是实现他的理想 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什么 什么 什么新社会 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 没有奴役和剥削 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吃饱穿暖 活得有尊严的社会 我对他说 我对他说 这太难了 太难了 对 确实太难了 那你父亲知道他吗 他当然知道 他当然知道 可他 却笑着告诉我 孩子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 即使他现在处在黑暗之中 我们也要爱他 也要满怀希望地去拯救他 不管结果怎样 我们只管奉献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便是了 即使你死了 也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跟着 不就是这首诗里的意思吗 是 对 放心吧 父亲 我一定会走完你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杰老师 你刚才说那些话呀 我听听的 你们想的跟做的 我觉得 我就这么跟我有点像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这次真的谢谢你 不然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谢我 那你就以顺相许 我们共产党提倡自由恋爱 你有本事让我爱上你吗 对了 那天你怎么那么晚还出门啊 看了你们印的那些小册子 有点问题想跟你请教 什么问题呢 你说 同样是军人 在淞沪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 可是为什么到了南京之后 就丢盔蟹甲呢 你问得非常好 一方面除了装备和计战术的差距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但是 这里出了问题 精神溃败了 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 战士们非常想活 殊不知能战方能言活 他们缺少了一种信仰 那是没遇见老子 遇见我 我杀他可偏家不留 可是 日本人已经打入国门了 怎么样 你要不要 带着你的九山十八寨的弟兄们 和我们一起 为了这场国战做点什么 你们共产党想着安 还是我自己来吧 等老子兵抢马壮 就把人马带出去 删他可偏家不留 你如今是丧家之犬 别说大话了 能能自保还是问题呢 好 混账东西 这么点小事人都半秒 害得谈错 损失了一名爱将 我 我这就毕业了你 司令人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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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命 你拿命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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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混蛋 你们闹够了没有 我 听后团作 拆现 看来 定州城里的共产党实力 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呀 我让派人给我去查 是 李叔啊 天龙山的票儿死了 死了 死了 对 现在山寨里面了 这大半伤事 九三十八载 所有的当家的都去了 凤鸣山知道吧 知道了 那个激情是爷的女人 小桂英 跪在票儿人凌位前 大喊一声 爷的男人没了 小桂英 我 我 知道 那去 去将下 下流 我们再走那儿 二少爷 对 他不是说 你少娘 有趣过吧 对 对 你敢 抬头都狠了 这就是挨揍 好 天气冷了 我给你加成被子 谢谢啊 你没事吧 一个大活人被哭丧 被出殡 你说有事没有 那你今天干吗不站得出来 告诉他们你没死呢 到不天这有个暗锁给卡住了 你知道吗 我上金寨的头一天晚上 我得把这给我 说是要保命的 关键时候我就打不开了 我差点死在这场呢 你用之前啊 应该先检查检查 我哪知道啊 我爹用了三十多年都是好好的 可一到我手上就出事了 这都是命啊 这都是命啊 没有那一茬啊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你真打算不见他们了 那你真打算不见他们了 这儿挺好的 这儿挺好的 以前我老想着离开九山十八寨 我一没有机会不知道跟爹怎么讲 现在好了 他们都以为我死了 我可以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 这二十多年的记忆 你能忘掉吗 十二十倍 那天嚎啕大哭 自称自己是爷的女人是谁啊 你是不是他男人 你说嘛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呢 故意往别人上坑上撒盐是吧 那什么心呢 现在你们那祖师爷都说了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 一切都会过去 关键是时间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什么我们祖师爷啊 就是那个白白胖胖 落腮胡子大鼻子那个 那个是我们革命导师马克思 那是洋人的教法 我们中国人那就叫祖师爷 以前给我授课的先生啊 真刚刚跟我说 这做权嘛就得勤琢磨 这个琢磨琢磨呢 就能琢磨出点意思来了 我问大家伙 轮域里头有句话叫做 以德抱怨 大家都听过吧 听过啊 那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以德抱怨是孔子高尚情侧的表现 意思就是说 别人对我不好 我也要对他好 用德行来化解一面 孔子是哪人啊 山 山东人 山东除了出公子还出什么呀 大葱 煎饼 没错 一会儿瞎看就可以去吃 大葱煎饼了 山东还出宋江啊 宋江人们知道吗 土匪 哪那土匪最出名 山东的 山东为什么土匪最出名 这不知道 因为山东啊出孔子呀 对 只有山东的土匪 才得了真传了 对吧 因为有孔子 对吧 孔子有论语 是吧 我再问你啊 以德报怨这个词 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 以德报怨出自论语县位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此曰可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没错 一点不假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了 这个一个学生啊有一天啊 问孔子了 说别人要打我 我是不是要用我的道德 跟教养去感悟他呢 孔子跟他摆摆手 他说你这个 叫以德报怨 那 那你要这样的话何以报德呢 那别人用德来对待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当然了你也得用德来对待他 对不对 那别人给你一嘴巴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以直报怨 什么叫以直报怨知道吗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 别人给你一嘴巴 你就给他一把砖 然后再给他妈的一个大嘴巴 你们 你们还真的都别笑 为什么论语里的话 那传来传去传到现在 就这种解释了呢 所以说呀 只有宋江明白孔子的意思 只有土匪才能读懂论语 老师 那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该去当土匪了 你以为土匪这么好当吗 水不良山一百零八条好汉 哪个不是英雄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土匪不好当 所以呀你们呀 还就得安心下来 好好读书 学知识学本领 这是正经出路 下课了 你可以吃你的 那个大葱煎饼 下课 下课 林先生来了 我怕我再不来啊 饭碗就被人抢了 还要您这抬举了 我这哪抢了您的饭碗呢 就冲你这句话 我中午请你吃饭 论语我也读过 但是以德抱怨你这种解释 从来没想过 生活环境不一样 你以前一直都是这么生活的 当土匪嘛 只能这么生活 以德抱怨很难 可是以直抱怨还不容易吗 如果是你身边的人 你的兄弟姐妹 和对你有恩的人伤害你 那你试试 容易吗 坠牙之前 你到底经历过什么呀 来 我刚去欧洲留学的时候啊 就特别地想家 想见不着面的父亲 想去世了的母亲 我就打这个 每投进去一个 我就开心一点 烦恼就小一点 你来试试 来嘛 快 试试 我不会 你试什么 你试试 你试试 老头端酱虎 快点 快点 你试试 快点 快点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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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伟 上级 今后代替我的父亲 给我安排工作 难怪你带我当时来吃吃吃看 好 刚才跟你聊天那个老板 他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把自己变成外国呢 过几天他就要移民了 几个意思 移民的意思就是 离开中国去国外生活 为什么 中国现在时局太不稳定了 其实从严父老先生 开眼看世界起 中国学西方 学苏联 进入了良务运动 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 我们推翻了清廷 建立了民国 开始全面抗争 这二十几年来 有过失望也有过幻灭 老板的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过我想 今天更多人离开 为的就是 以后有更多人能够回来 什么问题都问不住你 只要把你给弄的 干什么 我跟你甩帐 把你们老板救来 你们两个人就对了我 你把你们老板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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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们救 出去 放他 但是他只以为对方 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才会如此的目空一切 直到后来 日本人进城之后 票在想起俱乐部中的那一幕 方才明白 那个神情究竟是为何而来 这顿饭不合你的口味 是 幸亏不是你掏钱 要我说这还没捐饼间 大葱好吃 人生百味 都要尝试一下 谢你啊 谢我干吗 你都说了又不是我掏钱 我最近你帮我很多爱 那你把它忘了吗 早忘了 早叫 早 signal 老伙子 我比斗鹅还冤哪 别生我气了 大娘 不能不生气吗 明明告诉你是让位给当家的 你却推卸了月明 说你是口误连我都不信 要不是口误 你又安得什么心呢 大娘 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为了我 大娘啊 爹现在是老了 你看 山寨里面大事小事都捏在手上 他是一直不肯放啊 人是都有私心的 这我理解 而且是越老越厉害 可是你想想啊 只为自己着想 不替自己儿子着想的私心 是不是过分了 他也不是没为月明想 想什么了 他现在是坐着大当家的位置 又把这个总嫖把子的头衔捏在手上 一年之后他继任 有月明什么事 终归跑不了 都是越明哪 哎呀 大娘 连自己亲爹都不肯扶正的儿子 哪个当家的能待见他的 我说一句不孝顺啊 爹可是大您二十岁呢 他百年之后的这个戏台上 您是想演总嫖把子的卫王人哪 还是想演总嫖把子的亲娘 有什么不同吗 大不同 卫王人那是个虚名 谁都不当回事 可您要是当了慈禧太后 那就不一样了 所有人都得上赶在那八年年哪 这话说的是没错 但我跟你爹是这么多年的夫妻 他的脾气我还不知道 除非是他给你的 你要求从他嘴里抢肉吃 难 那不还有我吗 还有秋云呢 秋云 八娘您忘了 当年他爹娘就是不肯说出爹的下落 才被仇家活活给烧死了 现在他爹娘的部下还在呢 都念着他爹娘的好 对他是忠心耿耿 现在也是咱们寨子里的老人了 他们要说的话爹不会不听的 怪不得你这小子 这几天总逆呼着秋云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喜欢 别去招惹他 娘 救星票是欺负他 我就不能亲近他 你 秋云的事啊我心里有数 可是爹和天龙寨的事情 您自个儿心里也得有数 娘 这土匪窝里边的戏 孤儿刮母的眼泪是上不了台面的 九山十八寨 出大事了 我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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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库上海 我去上海 也跟我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